来自两岸的13支帆船队伍,共100多名选手,6月48日从福建厦门五元湾帆船游艇港起航,他们将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,横渡约85海里的厦门至澎湖海域,扬帆前往澎湖亚国码头,角逐第七届海峡杯帆船赛。 比赛开始前,选手们装好行李,检修设备,配合厦门边界总站同一站民警的查验工作。 以年过50的台湾选手彭显恩,是首次前来厦门参赛。 主机大陆的他,希望能挑战自我,携手队友驾驶帆船,搏击风浪,顺利抵达澎湖。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年台大帆船队组了两艘船来参加这个比赛。 有着多年经验的彭显恩介绍,依靠帆的力量跨越海峡,将面临海浪、气候和潮汐等不定因素。 对于选手的意志力和体能,都是很大的考验。 帆船需要许多的技巧,包含像过去大航海期待,这些老水手所用的技术,看天象,看气候,包含帆的操作,都是非常有学问的。 赛事主办方表示,帆船是一项集竞技、娱乐和探险于一体的水上体育运动项目,具有较高的观想性。 未来,厦门将进一步拓展和加强两岸的水上运动交流。 我们是海滨城市,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项目。 那么应该说,通过两岸之间的交流,应该说跨过海峡,进行帆船。 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,也很有挑战性的。 据介绍,海峡杯翻船赛是两岸共同打造的大规模海上赛事。 该活动始办于2009年,曾先后扬翻台南、基隆、澎湖和高雄等地。